哈喽,大家好,我是阿嘎,今天又要來教大家做菜啦 今天我們做的這道菜呢,叫做 川味膠麻白斬雞 它是在白斬雞做法的基礎上呢 去增添一些麻辣的味道 那因為我喜歡吃辣 所以我本人是很喜歡這道菜的 那我們馬上來看看這道菜怎麼做吧 好,我們做這道菜需要的材料有 雞大腿,整隻一隻 薑片一碗 朝天辣椒 蔥切段 八角 花椒粒 辣油 為了做出它的香氣呢,需要的材料會比較多 好,那接下來我們來看如何去製作這道料理 好,我們需要準備個稍微有一點深度的鍋子 好,先開火 先把辣油加進去 加入薑片翻炒 翻炒它,把它炒香 炒出香氣 剩下一半我們會留著 等一下再煮 好,那這個步驟是很重要的 你花椒呢,一定要先有一個炒香的動作 好,那這個步驟是很重要的 香氣出來後就可以加水了 加一大匙的鹽巴調味 加一大匙的鹽巴調味 那因為我們這個湯是不會喝的 所以我們一開始呢,可以先加多一點鹽巴 好,待水滾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放入我們的雞腿肉 放下之後記得要觀察水分是否有蓋過肉的部分 水分一定要蓋過食材 好,那放入剛剛剩餘的蔥段 還有朝天辣椒 好,食材都放入之後 我們就可以 就給它蓋上鍋蓋 讓它去燜煮 我們轉小火煮 煮20分鐘 這要記得 不可以煮太久 肉會太爛 我們煮20分鐘 然後燜20分鐘 就交給火爐去煮吧 好啦,已經過了20分鐘了 我們把它打開 這個時候一開 香氣整個就會噴出來 把它翻個面 再繼續讓它在裡面燜20分鐘 那這個步驟就是要讓它 可以徹底把味道吸到肉裡面 好啦,20分鐘過去了 可以來把這塊肉夾出來了 肉夾出來之後呢 還要靜置讓它放涼 等到它徹底冷卻之後 我們再來切它 那記得呢 我們這一鍋湯 千萬不要把它倒掉了 不要浪費了 這鍋湯呢 你只要再加水下去稀釋 它就是一鍋麻辣鍋湯底喔 所以還可以讓你吃一次麻辣鍋 好啦,它放涼了 我們可以開始來把它剁開 好啦,我們剁好了齁 那擺盤的時候 又稍微把它擺整齊一點點 好,那我們把剛剛那個湯汁 上面撈一些它的辣油的部分 把它淋一些在雞肉上 這樣在吃的時候 香氣會更濃郁喔 好啦,我們的川味椒麻白斬雞 做好啦 好,對於愛吃辣的朋友 光聞這個麻麻辣辣的味道 就讓人食指大動啦 好 那你也來做一次看看吧 簡單好做 但是需要花一些時間來等待雞肉入味喔 好吃 吃 好吃 看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